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用橙子和鸡蛋 给大家分享香肠味 奇风蛋糕和蛋糕卷的做法 先来准备4个安元橙 加一勺盐搓起一下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洗干净 再来磨少量的橙子皮线 再加口味 再加入30克玉米油 充分的搅拌至乳化 摔入50克低筋面粉 再次搅拌均匀 再来准备3颗新鲜的鸡蛋 把蛋清和蛋黄分离在无水无油的容器中 分离好之后 把蛋清放到一旁备用 蛋黄放在面糊里 画鸡子形 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着像这样顺滑 5克的状态 这个时间就可以预热烤箱了 上下火调至150度 现在开始打发蛋清 35克的白糖 分三次加进去 一只打发直像这样提起打蛋器 出现小的倒三角就可以了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放入到蛋黄壶中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倒回蛋白霜中 再次翻拌均匀 这里一定是翻拌或者切拌的手法 切记不要搅拌 防止消泡 接着倒入到6寸蛋糕模具中 晃动瓶 再稍微震几下 放入了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50度 烤35-40分钟 烤好的蛋糕 从烤箱中拿出来 震一下里面的热气 再倒扣过来 完全放凉之后 再来脱模 这样我们的香橙味戚风蛋糕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弯钩 蛋糕卷的做法 用量和6寸戚风蛋糕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蛋清的打发有所不同 蛋清打发至出现大的弯钩就可以了 不要打发过了 充分的翻拌均匀之后 倒入到铺了油布的烤盘里 我这里烤盘的尺寸是28x28的 再把表面抹平整 稍微震几下 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 烤好之后震出里面的热气 再拿出来放凉 上面铺上一张油纸 翻过来 把油布接掉 再来准备200克淡奶油 加入30克白糖 用电动打烂器打发 打发至像这样 硬性发泡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五个橙子 把皮削一下 削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蛋糕均匀完全发凉之后 抹上一层薄薄的淡奶油 再把橙子放到中间的位置 借助一擀面杖卷起来 卷好之后定型一分钟 再用锯齿刀把两头边缘的地方切掉 这样我们的香橙味 戏风蛋糕和蛋糕卷就全部做好了 戏风蛋糕吃起来口感绵软细腻 拌着橙子的香甜味 特别的好吃 来看一下 里面的组织也特别的细腻 这个橙子的蛋糕卷也非常的好吃 满口爆汁 再用锯齿刀刀刀刀